在地的知识其实对游客来讲 其实是最吸引人的 生态保育 第一个要总量管制 我们以前常想着 人潮就是前潮 这个观念不完全正确 要总量管制 你把自己融入了这块土地 所以你很自然的 你就想要为它做一点事情 能够付出什么 就尽量地去做 我们要把保护区应该是要延伸 而且是没有疆界的 也就是说在保护区外面这些社区 其实他们是应该要跟保护区一起发展的 你要把它当成就是生命共同体 穿上雨鞋拿起拐杖 大家兴高采烈整状待发 准备要进入热带森林 探访大自然的奥秘 对啊 刚才不爽 那叫我再等 会不会叫 会 叫跟大家 来啦 厉害 它叫做黑框残除 因为它连近有一个黑框 黑框框 所以叫黑框残除 在台湾 说到生态旅游 第一个让人想到的 就是屏东墾丁的设顶部落 这里的设顶自然公园 可以说是越夜越美丽 一到晚上 小动物和小昆虫们 纷纷跑出来活动筋骨 饱餐一顿 它是烧丝 烧丝 这边有一个照片 台湾藏尾 那个我们拍啊 有拍吗 来 今天很难得 今天它出来 不然的话多少 这个东西叫做台湾藏尾猪 它背很足够 它的署名叫黑框框 黑框框 来 我们看看这边 来 来 这边 看到没有 有 这边 看到没有 可以照照 有没有 有没有 设顶自然公园 占地182公顷 平均海拔200公尺 是一个完整的 高位珊瑚礁岩 所形成的自然环境 这里的生态系统 因为跟地质地形 有直接关系 所以拥有丰富 独特的动植生态 我们看到这个石头 其实它不是石头 它是珊瑚 那土地上 为什么有珊瑚呢 大概300万年前 这边是海底 那经过欧洲板块 和福利均板块 两个挤压运动 而浮上来 可是当它浮上来之后 在森林这个地方 它最主要 住了四种动物在这边 这四种动物 分别是龟壳花 雨伞节台湾肠尾猪和灶马 虽然这一晚 大家没有看到蛇类 不过倒是遇到不少台湾肠尾猪 和造型奇特的灶马 吃西瓜拉肚子 这拉肚西是吃蛙 拉肚西是吃蛙 在当地人的口中 常被笑称为吃西瓜拉肚子 抬头一看 白寒树蛙正静静地趴在树枝上 草地里的攀木蜥蜴 很大方地跑出来跟大家打招呼 夜间观察活动 是涉点生态旅游游程中 最受欢迎的一条动线 以非常缓近的速度 去推展这样生态旅游的路线 平均是每三年才会 推出两条新的游程 那为什么要用很缓近的速度呢 就是先做好周边资源调查 先做一个很小的测试 看看是说有人为经过的时候 会不会干扰生物的作息 受到大众欢迎是一件好事 可是有效管制 才能让好事长长久久 永续经营 所以从民国94年 配合墾丁国家公园 推动生态旅游以来 设顶部落已经有一套 总量管制的方法 所以每一个解说员 基本上它带的小队伍 是不超过12人 然后不能完全 从同一个路线进入 那每一个路线里面 这个区块 一天一个游程 最高的承载量是100人 台湾有18种保育类昆虫 有三种是濒临绝种的 异己保育类 15种是珍贵稀有的二级保育类 津田是大头竹节虫 是台湾特有种 全世界只有恒春肯定 和绿岛能看到它 属于二级保育类 可以说是台湾的国宝 对不对 那今年吃大头竹节虫呢 它吃这个 这叫什么 灵头叶 那它是一年生而已 也就是说呢 它生完 一年就会死掉 对 50到70颗蛋之后 它就死掉了 所以生蛋完它就死掉 对 那这蛋浮出来 通通是母的 那摄顶这边呢 没有发现宫的 黄黑是哪 我忘记了 这个是黄灰 摄顶部落特别的 不只是自然生态 人的故事也很精彩 民国71年 墾丁国家公园成立 当时的摄顶部落不是抗争 就是一再要求硬体建设 直到民国95年 屏东科技大学社区林业研究室 进驻社区 摄顶部落才渐渐开展出 以自然资源为核心的社区营造 各位来看看 这什么业 那其实整个计划它的设计 最主要的用意就是说 能够去透过社区林业计划 去培养社区的人才 那同时也要对社区的 自然人文资源 有比较好的 而且长期的一种调查 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调查 因为要掌握社区的资源特色 然后进一步跟社区居民 去找出适合当地发展的 一种产业方向 特别是利用森林资源 所发展的一种产业方向 阳光耀眼 绿盎然 这里是肯定重要的梅花路栖息地 龙宅浦大草原 生活在这片野地的梅花路 都是肯定国家公园梅花路富裕站 富裕野放的 生态旅游在社区部落 不只是导览解说带活动 社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那就是山里寻触 当初成立的时候是 保护虎皮蛙寻守队 以保护虎皮蛙为主 两个人一组晚上在寻守 后来慢慢地扩充到白天 因为寻守的时候 一方面要记录 而且选手的时候可以讨论 所以可以做往后的题材 解说题材 所以选手对生态旅游是很重要的 我们大概的时间不一定有 有时候是七点 有时候是八点 有时候是九点 时间不一定的 寻山不一定要时间 因为时间一定 人家就知道你什么时候去了 那就没有意义寻山了 定期不定时的寻山 是维护生态 也是监测环境 社顶部落很有共识 因为他们知道 失去了自然资源 社区发展也没有未来 随后都保护我们自己的土地 保护我们自己的树木 都靠我们自己来保护 这样子爱乡爱乡爱果 就是这样子啊 生态旅游就是认同在地的文化 还有就是这些人文的发展 还有语言 生活习惯 还有就是保护维护 在地的一些动植物 这些永续的还原 在95年起 设顶部落开始发展生态旅游 我们就开始进行 这个寻护的部分 那一直做了好几年 那直到今年是101年 林务局 就是其他的政府单位 发现了这个社区 它其实有一直持续 在关怀这片土地 他们认为这边的居民 是可以信任的 所以他们就把 三菱寻护这样重要的工作 交给了社区的居民 设顶部落和平科大社区 林业研究室的合作成果 让人眼睛一亮 也让管理林班地的林务局 和负责墾丁国家公园的管理处 愿意逐步开放自然资源 提供社区推动生态旅游 像是梅花路富裕站 或是台湾唯一的毛氏纯林 都是政府部门开放的案例 而且它是林务局 三十六林班地 三十六林班地 它更是生态保护区 一般人不能进来 要申请经过国家公园 林务局的同意之后才可以 那设顶部落它是 国家公园 肯定国家公园它同意之后 然后由林务局同意 由我们带义客进来 可是要报备 生态旅游在设顶部落 已经推展了七年 而恒春半岛上 也有一个李德村 刚开始迈出步伐 蓝天白云下 费更已久的青绿田地旁 有一条小小的产业道路 一路上苗宇花香草项丰富 三四种蝴蝶纷纷飞到火桶树上采蜜 而有一群准解说员 正进行他们的火轨训练 今天谁要先来 不要嘛 游客我们带游客都赶快 先从欢迎池就摸 因为一定要自我介绍 后来我先我自我介绍 地姓骨 我们先摸 我们先摸 大家要我小骨就好了 虽然话说的有点紧张 有时手也会发抖 可是这群超过五六十岁的人 学的比年轻人 更加认真 像有些长辈他们真的 也不习惯现在的一些数位产品 所以他们还是用录音机 甚至有些就是用手写 你会看他们从一个 不喜欢写笔记的老人 就是这些长辈们 因为长辈们其实 加写字真的是一个很痛苦 尤其他们现在有些有老花眼 可是他们还是认真去写 因为他们不想说 在游客面前就是丢脸 那甚至在同财之间 他们也会做比较 屏东县满洲乡的里德村 一直以来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 虽然人口外移严重 但却是一处生态丰富的自然环境 其实这个地方 刚好是整个国家公园 南门山生态保护区的边陲地带 那生态保护区是严格保护的 你一个生态保护区在这边 那当然它周边的 本身生态保护区资源一定是非常棒的 那这些的资源一定会往外扩 特别是生物性的东西一定会往外扩 所以周边的资源只要不受到人为的破坏 那当然它的资源状况是非常非常好 现在人口的数据就剩下470多个人 排文主在占3分之1强 我们这个产业主要是 因为我们这因受洛杉湖的影响 多比较重比较低的植物 比如说我们刚才满洲县 我们这边有做那个潘古拉草 也是牧草 为了保护生态资源 推动社区发展 里德社区也跟着社顶部落的脚步走 民国97年 社区居民主动维护社区水源懒人稀 民国100年 肯定国家公园管理处 和平科大社区林业研究室 开始在里德推动 社区型的生态旅游 经过滚丁国家公园 帮了辅导 就是去年10 100年的11月 开始上课 从那个基品认识 我们这满能西的植物 动物方面 先让学员上课 其实最好的保护 生态保护 其实就是在地的保护 公部门 你警察 或者是我们 巡手总是 你不可能24小时 去保护他 一定有所谓的空档的时间 那在地的保护 其实是最好的保护 因为他就生活在这里 有什么状况 他就可以进行去 一个通报的一个作用 那公部门的人 或者警察的人 他只是偶尔来寻一下 那透过在地的保护 确实是最好的 民国101年4月 解说员培训课程 正式展开 每次上课 居民们都战战兢兢 生怕自己学历不高 影响成效 可是在辅导人员的眼中 其老们的经验和智慧 才是生态旅游的宝藏 这些人都能够洗脑 洗衣服 洗衣服 以前没有 洗衣服 洗衣服 还是用这些红衣服 来洗衣服 洗衣服 其他还有人要补充吗 三色 对 三色 我要补充什么 三辣子 那一旦到户外做这种课程的时候 会发现他们侃侃而谈 只要他们看到什么 就信手拈来就可以讲了 所以我们发现这种模式很好 所以现在我们很多课程 我们都可以安排在户外 而且在乡下里面 自然跟它其实是极其相关的 那它在生活过程当中 其实通常都会利用到这些自然环境 自然资源 那我们在推所谓的社区生态旅游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我们一般谈到观光 因为人潮就是前潮 所以我们需要有很多的设施 很多的建设来迎接大量的人潮 你所要提供的服务 对不对 可是在生态旅游里面 它不要这种东西 它反而是要怎样呢 要能够发挥资源的一种特色 所以一定要保育 如果你没有保育 你哪来丰富的自然生态 你没有保育 你没有文化传承 你的文化都断层 讲不出祖先的智慧 说不出你部落的故事 你根本就是丧失了一个生态旅游 最需要的一种本钱 叫做你的自然跟人文的丰富度 懒人溪是里德村自然资源的重心 在社区推动生态旅游之前 就一直是外地游客密探森林的首选 因此在寻手护溪 培训解说员的同时 重新建立旅游规范 是里德社区的一大挑战 家中工具的便利 很快到这个地方 所以他们会带很多食物 或是一些不该有的东西进来 那有时候像我们看到烤肉 或是一些食物的外包装 有些游客进来 他可能是抱着就是说我很轻松 说我可能穿一个假脚拖 我就进来了 可是在这个地方看到溪流的部分 它其实有些事都很滑 或是会松动 那一不小心就摔倒 其次导览解说的制度也是个问题 由于里德是热门旅游动线 但是在地培训还没有完成 社区没有办法要求外地解说员 一起管制游客总量 共同维护环境 也因此在遇到外地解说员 带来一大群游客时 里德居民的心里不太好过 我们难找进去的 你好 快来 我们的阿姨快吧 你看我们这个解说员美女最漂亮 谢谢 我们的解说主长帅不帅 我们的总干事 我们的老大总干事 这个是警衡我们的主导老师 我们主导老师 这是我们的前镇村长 那当时以这条路线来讲 我们管理处其实有一个面向没有做好 就是说这条路线的开发并不是 在这个我们进入社区之后 才开始推动的 而在之前就已经开始推 那也做了很大的宣传 所以现在这条路线 其实知名度其实是有 所以因为知名度有 所以大家就会口耳相传 但是因为我们社区还没有浮上来 所以一般的人也不知道 朦胧的一万月亮包挂夜空 村子里很安静 社区活动中心内 里德社区发展协会正在开会讨论 如何修订生态旅游解说员公约 公约有的人有时候会违反这些规定 可能是有不详细 所以今天要特别 邀请他们都全部来把这个公约 特别约定好 然后大家都来同事这个约定 白天要上户外课 晚上要开会或上室内课 里德这个原本平静的山村 渐渐酝酿一股力量 所有人正一起创造改变 其实这个龙水 你听它的那个名字 就知道它跟水有一个很大的关系 在以前的时候啊 曾经在这边有旱灾的发生 这边算是比较荒芜的地方 那树林底下没有人敢靠过来 然后就旱灾发生的同时 然后就有人发现有一只狗 从我们这里面跑出去 然后全身都湿喳喳 大家想说这边可能有什么 有水 然后大家就把树砍一砍啊 提起勇气走进来 然后提起勇气走进来 就找到这个泉 你可以看到那个水 干净的水 除了一解当时的旱灾以外 它也延续到了现在 灌溉我们这边的农田 那93年我们开始用 有机农法之后 很多东西都回来了 恒春镇农水里 是恒春地势最低洼的地方 不过也因为这样 它拥有天然的泳泉和湿地 并且在十几个有机农民的合作下 营造出无污染的农田 和水尊生态 因为以前 如果你是使用冠心农法 你农药为了要除草 你农药就把它撒下去 然后你不用除草 但是你农药一下去就不止草不见 其实这些东西也会跟着不见 在墾丁国家公园内 拥有最大面积的有机田 是农水里发展生态旅游的优势 有机可以为生态加分 旅游也能促进产业发展 我们是开始推了生态旅游之后 发觉社区营造其实是站在 这个生态旅游也蛮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希望这个环境跟社区的人心 是可以共同成长的 那所以从我们五月份开始 我们就开始进入社区 那老师也有跟科研处的处长来这里 就是召开我们的社区说明会 然后跟这里的社区伙伴说明说 为什么要推生生态旅游 那我们农水社区其实这边也有 很丰富的农田资源 农田几万资源 那这也是跟整个墾丁区域不一样的 近半年来 平科大在龙水里积极培训解说员 到了民国101年8月底 龙水社区和墾馆处 在平科大的协助下 开始设计游城路线 不过让人注意的是 大家讨论的重点 不是如何赚钱做生意 而是如何把环境继续照顾好 完全清澈 这刚才对贵媒所说的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或是甚至说他在说 对保存说得很好 对保存你觉得可以再補充 我们等一下可以用一点的时间 再讨论一下好不好 他有一点很真正的讯息就是说 他发生不拔的 他都要去清澈 他都要清澈这楼前背 我也是在学习 学习了 谢谢大家 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农村再生这个计划 再浓水 非常不一样 好不好 那不可以排斥他 但是他一定要做得非常不一样 有经费不见得是好事 可能会带来更多硬体建设 破坏当地空间与景观 所以如何引进政府计划 慎用官方资源 管制外来游客 是农水里正在学习的功课 如果我带他们来这附近散步 第一个都说 哇 没想到杭春半岛里面 还有这么漂亮的田园 太大量的游客 又会破坏到我们的那个 比如说踩踏在田梗上面 真的很多人的时候 真的也会有所破坏 又真的一种心情叫做 又期待又怕受伤害 一星期一次的风味餐品场大会 是培训社区妈妈 合作办外汇的课程 这一天是12堂课的最后一次 李凤美炸出了一道 送给里长的金言美语 今天我们最 今天就开始这个考虑结束了 我后来就说 好多李凤平把我们 叫过我们这些八星 大家就会有一些 证明让我们这些八星 有努力 有的没有 一旦好李凤平的时候 用这个步步高升 就是要祝福 他后来的薄薄意 高升起来 他在家里拿 李凤花炒出一盘在地的野生竹笋 他要让大家惊艳 原来雨季的野味如此美味 这个豆腐就是这个特产 这都鸣的 都可以水时 都可以翠 林秋月更厉害 他把贵尿切碎 汆烫再捏一捏 就变出一盘 有农村寒意的冬肠 捏成一球一球的 就握住 冬天就是要把你 一年的收获 紧紧地把它藏好 所以我用那个握住的感觉 就是收藏了你的一年的 那个服务的感觉 没有可以一起做菜的地方 没关系 社区妈妈们化整围林 把自己家当作中央厨房 分头做菜后 再送到活动中心 供大家享用评分 冬水妈妈们今天付出了很大的心力 精心地制作我们属于冬水里的风味餐 请各位慢慢地品尝 社区妈妈们的创意和用心 让每个人的盘子装得满满满 不管男女 无论老幼 大家大快朵鱼 吃得不亦乐乎 好多次 魂牵梦影的全都集合在这里 所以今天一定要来 我的最爱在这里 对不对 我最爱这个 冬肠 吃到随眼的感觉 有层次感 要不要吃米粉 要 要 来 好吃吗 好吃 金粿米粉 金粿米粉 这个我们几乎都吃过了 我们就学业 吃起来 这个感觉如何 很好 已经专业了吗 这样 可以了 可以到开餐厅了 真正的生态旅游和大众观光 有很大的不同 从龙水里和李德村的学习摸索 到设顶部落的现行制度 可以清楚看到 生态才是生产与生活的核心 这好像是一种死面 你知道吗 年轻的时候不知道 不知道环境跟你之间有什么关系 你活在这里好像是一种当然 但是发现到 原来我们自己周遭的那个 是这么样的美好 而且那种真心的要去爱护它 保护它的那种心 很自然的就出来了 其实就是这样子 活到这种年纪了 才发现不晓得慢不慢 我们基本的一个核心概念是保育 可是因为保育的话 你不可能去忽视 不可能只是像以前 就是我把这个自然资源 全部都就是封锁了一起 然后不准人进入 因为很多地方 它其实是有在地的社群 所以我们会透过发展生态流 作为一个操作的手段 然后带领他们 那就是希望说我们可以在 兼顾自然资源的保育之外 那也可以让社区居民有 这边的在地的社群 有一些经济上的收益 一个保护区要能够 非常的健全的发展 我们必须也要同时去关怀 区外的这些社区居民 以及它的一个社区发展 如果说今天住在保护区 外围的这些社区民众 他会觉得说保护区化色之后 其实他所得到的只是一种限制 或者是有的保护区 他地方也没有跟着带动起来 那他会对这个保护区 其实是一个抗拒的 一般来说 想到南台湾的恒春半岛 不外乎是墾丁 人潮和沙滩 然而其实还有更多美好 龙水里的茄冬树和土地宫 涌泉水寸和稻田 礼德村的洛杉丰 山晋和懒人西户部 设顶部落的森林和梅花路 在这些地方 自然与人息息相关 相互依存 台湾南岛上 如靠海的这一方 正默默地散发着 属于山的芬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